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我们聊一聊电源 相信我,以上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因为你小手一滑,点了分享,转发,收藏,订阅,关注 开个玩笑,上一期我的机箱视频播放量还不错 我想这回热点我可抄罩了吧 所以我决定再接再厉,做一期电源的视频 那么为什么要做电源的视频呢 因为机电机电,做完机箱,当然要做电源咯 那么如何挑选一款适合你主机的电源呢 同样我也总结了五个基本原则 第一,电源尺寸,你要买多大尺寸的电源 这个要看你有多大的机箱 你有多大的车裤,你就停多大的车 你有多大的屁股,你就穿多大的裤子 市面上最普遍的电源就是ATX电源 所以你只要随便买个标准的ATX机箱 都可以把电源放进去 但是很多人呢,他偏偏不走寻常路 他喜欢小,他喜欢精致 那么小机箱,他就不能放标准ATX电源了 有一种电源更小,叫做SFX电源 这种小电源就是搭配这种小机箱来使用的 甚至还有一种更小的电源,叫做EU电源 这两种电源,SFX和EU电源都是不常见的 价格比较贵,而且选择性也比较少 只有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才会买 普通人没有必要关注他 你就买规规矩矩的ATX电源就可以了 第二个,电源功率 确定了电源尺寸之后 接下来怎么确定适配你主机的电源功率呢 这里有一个公式,我交给你 CPU的TDP加上GPU的TDP加上50W 再乘以1.5 得出的结果就是你应该购买电源的功率了 但是请记住 这个功率既不是电源的额定功率 也不是电源的最高功率 而是要看这个电源正12伏的输出功率 因为CPU和GPU这两个用电大户 他们走的都是正12伏供电 CPU和GPU的TDP从哪看呢 厂家会告诉你的 第三个,电源外观 电源可以分为模组电源 非模组电源和半模组电源 那么我们先说模组电源 模组电源的线呢 搭配比较自由 比较节省空间 而且呢,好理线 外观档呢 还可以定制不同的发光线 但是缺点呢 就是比较贵 非模组电源呢 不管有没有用 它所有线都给你连着 踢了突撸一大堆 全在机箱里边堵着 特别的不好理线 而且呢,占空间 优点是什么 便宜 还有一种电源呢 叫做半模组电源 这种电源呢 挺好 你的主机一定会用到的线 它都给你了 比如说CPU的供电 比如说主板的供电 其他的线呢 它都做成了模组化 你想插就插 不插呢 也可以 这种电源呢 一样好理线 而且呢 比较节省空间 价格比较适中 我这里要强调一点 电源的外观 不影响性能 只影响你的心情 看你的需求 选择外观 第四个 80PLUS认证 现在我们聊一聊 80PLUS认证 有铜 银 金 钵金 有没有钻石啊 有这些个认证 说明这个电源 转化率更高 更省电 但并不一定说明 这个电源的做工 和稳定性就更好 但是 有这个认证 至少说明 这个电源应该不差 随着认证 等级的越来越高 那么电源的价格 也越来越贵 我个人认为 一般的铜牌 金牌电源 就足够的好了 真没必要买钵金 当然 土豪例外 毕竟有钱人 都喜欢花很多很多钱 来提高能源效率 别问为什么 问 就是环保 第五个 电源的品牌 最后我们聊一聊品牌 什么是品牌 品牌啊 就是脸 那什么是要脸的品牌呢 就是你看着吧 有点眼熟 口碑还不错 出了问题呢 你骂他 他会脸红 你买他的电源 甭管贵的 贱的 坏了 他管你 这个就是要脸的品牌 那么什么是不要脸的品牌呢 睁眼说瞎话的就是 比如说呢 有 有小伙伴就问了 那有哪些好的电源品牌的推荐呢 我这里要跟你说 你啊 去京东 淘宝 论坛 查一查 看一看评价 就有结果了 厂商又没给我广告费 我才不说呢 刀子这么半天 你倒是推荐两个靠谱的电源呢 我跟你说 大兵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研究 我又有了新的领悟 妈领悟 不买 最合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咖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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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